又到了李云霄装逼的时刻 仅仅一招就击溃了一位武宗三位武后 就在刚刚 顾炎明直接漏了一声 身边无数树木拔地而起 直接就把一小山和宋天城给震撼 这种力量根本不是他们所能抗议 李云霄看到此景 脸色大变 急忙让顾炎明平手 这片意识空间不知道存在了多少万 力量早已消散大半 如果还这么肆意妄为 很容易造成空间坦塌 到时候所有人都要死在这里 顾炎明也是脸色一样 想了想确实有这种可能 诧异地看了李云霄一眼 缓缓收回了魂物 轻烈地看了一眼一小山和宋天城 现在我有拿两分的资格了 两人脸色一变 沉默不已 从刚才的威势来看 现在的确奈何不了他 而且要从这里出去 还要戒住他的地方 顾炎明冷冷一笑 看向李云霄 能看出此地玄妙 你也不是一般的二阶数恋士 师父到底是谁 许晗肯定没有这么高的躁 李云霄笑而不达 看了看天空 火锋落下来 一只广阔无边的凤凰 缓缓缓缓降落在大地之上 顷刻间整个大地 都置身在一片火海上 恐怖的真火火焰 散发着强大的欧阳 给人一种心机的战力之头 仿佛面对着的 是这批天地的灵魂 有一种跪下膜拜的众影 就在几人心神不定的时候 李云霄缓缓走向那团真火 孙修美突然大叫 笑了 你要做什么 当然是收取真火 齐真子一听双手凝结元气 一团淡青色的雷球形状 单手一推 直奔李云霄飞去 李云霄轻轻勾了勾手指 雷球直接转弯 飞向天空凝结在李云霄口上 手指下滑 雷球猛然轰向其针 将其打飞出去 众人脸色大变 忽言明心中更是大为震惊 他没想到李云霄 居然也能掉落空间的脸 顿时起了杀星 天空中大量乌云开始平均 金色的闪电在云层中 闪烁汇聚成一个巨大的能量 骤然对着李云霄风下 如此强大的力量 哪怕是武功强者也要一份心 然而如此强横的攻击 却未能伤及李云霄风 轻客了一声 赛 顾言明的意志之力强行被打断 一口心血喷了 没想到此子的灵魂之力 居然比自己还要强 急忙对着几人喊道 大家一起伤 这小子实在太母艳 连同跑回来的奇珍 几人纷纷用出了最强的一击 清明神雷伤 必言甚高 极寒真气 雨林悠爪 四道恐多的气息冲天而起 汇聚成一笔巨大的能量 朝着李云霄冲击而去 李云霄轻轻一笑 一道道天地之力凝聚 在右手之上形成一门场 剑身光芒流动 上面鸣刻的日月星辰 鸟瘦山川栩栩无声 正是李云霄前世的博弈之父 超级权并剑斩星辰 深情地望着手中的长剑 李云霄喃喃笑道 好久不见了 好妙 高高地将大剑举起 轻吓出剑斩星辰 替命天下 随着一剑斩鼓 那四股力量连同起 瞬间被吞噬殆尽 没了踪影 眼前只剩下一片空旷的方圆 此时空间突然震动起 看样子马上就要探讨 李云霄急忙跑到凤凰真火面前 伸手轻轻地抓了上去 真火同起瞬间穿透了 他的护体的武器 剧烈地燃烧起来 强大的火焰之力 灼烧着李云霄的肉体和灵魂 难道 真的要死在这里的话 李云霄居然又重生了 就在刚刚 无数的凤凰真火吞噬了李云霄的身体 这种火焰不仅灼烧着他的身体 就连灵魂也一起燃烧了起来 李云霄下的魂飞魄散 若是灵魂云灭 那就真的死得不能再死了 此时也顾骨地伸上了火焰 直接灵魂显影到戒神碑内 想要逃过这一劲 站在戒神碑内 感受着肉身传来的毁灭之力 整个人彻底懵了 就在此时戒神碑上空 一只凤凰慢慢形成 李云霄顿时心中一惊 此时的李云霄也彻底没准 好不容易再是为人 刚觉醒了多久 就又要挂了 这次连灵魂都要焚烧殆尽 看样子是没法转视前身 火凤终于落在了李云霄身上 意识渐渐温暖 这是要结束了吗 猛的一声凤鸣将李云霄沉睡的意识唤醒 看着下方的走色 这里居然是前世的陨落之地天荡山脉 我不是死了吗 到底怎么回事 难道这是这只凤凰的生前记忆 既然这样那就跟着他看看 这远古时期的天舞大陆到底藏了什么秘密 突然间一道道光柱 从山脉中射向天空直插云霄 山脉中一团团黑气开始弥漫 一只巨大的羊头怪兽慢慢浮现出 怪兽只有上半身是实体存在 下半身则全是由黑色气体营绕而成 他双眼泛着红光 死死盯着天空中的真灵火 李云霄看到怪兽的模样顿时大吃一惊 这个怪兽叫黑焰凶魂沙 自己曾在天荡山脉古老的石壁上 看到过此物的记者 黑焰凶魂煞古起上身 猛的一口气候 强烈的因果攻击直接震碎了空间西向火 火风一声长鸣 在天空中阻出一道火面 天空瞬间犹如火海一般 两道力量相碰 整个天空被撕碎 大量的空间碎片崩飞 李云霄心中大惊 自己也曾经是天舞大陆巅峰的存在 但和眼前的战斗比起来 简直就是云一致 这黑焰凶魂煞到底是什么 居然能和真灵相抗 为何后世却没有任何机会 带着种种疑问 看着两位强者在天空之上战斗了七天七夜 终于那黑焰凶魂煞似乎有些不知 怒吼了几声 身体飞速从空中缠了下去 不知所听 破碎的天空也慢慢地恢复了原来的药 火凤拖着重伤的身体 悲鸣一声 塞了下去 到了这里 火凤的记忆结束了 整个天地间变得一片昏暗起来 猛然间醒来 李云霄发现自己还在戒神碑内 围在他身边的凤凰本命真火猛地钻进了红获之内 在额头形成了一个火焰的影响 李云霄感受着此时自己的状态 喃喃自语道 我的灵魂竟然重塑了 一下子提升到三阶数炼尸的场 而且这灵魂的能量竟然如此旁途 仿佛无穷无尽一般 李云霄盘腿坐下 开始感受着和外界的灵气 外界的躯体此时满身琉璃之光闪烁 猛然睁开双眼 感受这一切 身体居然也重塑了 直接达到了三星武士境界 连跳三级 李云霄顿时大喜 原来那凤凰之火并非要灭杀我 而是让我涅槃重生 这次真是转大方 李云霄又要开始装逼了 居然杨剑直指武宗强者 就在刚刚 李云霄被凤凰真火重铸了身体和灵魂 看着重新涅槃而生的身体 李云霄暗暗暗暗 如今这凤凰真火已经在湿海内安家 也不知道是不是火 这真火之力太过于强悍 一旦反噬 自己将灰飞烟灭 只有回到九天巅峰武帝之时 才有可能完全假 不过有这真火水护灵魂 在如今的天舞大陆 怕是无人能伤害气氛好 此时凤凰残存的意识已经完全消失 随着光影的逐渐散去 李云霄黄顾了下四周 发现自己已经回到现实世界的 而进阶三阶数炼尸之后 神石大增 整个凤凰山瞬间就被人罩在神石之下 李云霄突然冷笑一声 抬起头看向天空 凭你如今的重伤之躯 也想伤我 天空中齐真子浑身鲜血死死盯着李云霄 这小子竟然进阶到三星有尸了 我不甘心啊 李云霄微微一笑 拿出春水剑对着天空上齐真子 若不服气 可以一试 齐真子瞳孔俱缩 不甘和绝望的神色显露在双目中 只能放下狠话 你小子等着 等我恢复过来 就算天涯海角我们上宫也一定要你仔细碎 随后又不甘地怒吼几声 带着几人离去 李云霄看着几人的背影 喃喃自语道 原来他们是上宫的人啊 没有见到孙修美的身影 看样子是随着那个世界崩塌 灰飞烟面 这几个人伤势太重 没得一年半歹休想灰 而到那时候 自己足以修炼到击杀几人的成果 就在这时 小璇也带着肖亲王等人赶到 林霄 你没事吧 洛云长一脸急切地问我 李云霄微微一笑 我能有什么事 回去再说吧 百战国大军估计不日就会退却 陈大生看着李云霄一愣满脸震惊 你三星武师了 其余两人也是同时一阵 内心掀起滔天巨浪 才短短半个月时间 竟然从八星武师晋级到三星武师 这速度也太快了吧 一日后 八十万大军在陈大生的指挥下 直奔昆京城 百战国大军也在两面夹击之下大肆溃败 退回了百战国境内 昆京城门口 两军会师 一位中年将领 骑着战马缓缓走向重领 此人正是李云霄的父亲 飞龙将军李长风 李云霄面露甘尬之色 自己的灵魂记忆一股飞扬为主 但这十五年来 的的确是李长风的亲儿 但是让自己这个巅峰武帝开口叫爹 还真有些难以启齿 看见李云霄见了自己毫无伞 李长风直接从马上下来 直奔李云霄而来 李云霄心中一急 下意识地叫了一声 爹 而李长风则是开启了宠王模式 一阵嘘寒温暖 整得李云霄直接懵逼盖住 此时的陈大声眼中竟是极度之色 冷声说道 你小子生了个好儿子啊 不明所以的李长风 还以为李云霄又惹了什么麻烦 急忙让李云霄到前 结果却换来几人的一顿眼 好热 装傻是吧 有这么一个好儿子 藏了这么多人 亏我们还把你当兄弟 李长风此时也是一脸懵逼 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你可别说不知道李云霄是二接触恋事了 别跟我说你没看出来 李云霄已经是三星五星了 还要再装吗 此时的李长风脑子里满是问号 一脸疑惑地看向李云霄 你三星五星了 你真的二接触恋事了 嗯 以前是 也差不多吧 得到李云霄肯定的回答 李长风瞬间双目通红 浑身颤抖起来 满眼泪水地看着李云霄 狠狠地冲上去一脚就踹了出去 直接将李云霄踢飞 怒吼大了 你骗得我好苦啊 大军在昆京城待了三体 便准备干尸回朝 而此时计谋的伤势已经略有好准 但生机依然很弱 好在是性命保住了 但只要不死 虽然麻烦点 李云霄相信自己还是可以救得回来 一个月后 大军回到国度 此次大劫而归 朝野阵龙 而随着大军的回归 所有人都知道 此时已经到了决定王储的最后时刻 秦阳王府内 秦阳看着手中的报告 一脸凝沉地说道 百战国的废物真是靠不住啊 还好那件事已经成功了 还意外收到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秦月 李云霄你们等着 看我是如何让你们从高高在上的位置 摔得粉身碎骨 二皇子又要搞事情了 居然私设银将台逼老皇帝让位 此时的天水国国都城外 一座气势辉红的银将台上 二皇子秦月站在阵中 等待着李家大军的凯旋徽 这是天水国的传统 每次大军凯旋而归国王 都会亲自率领百官银记 但这次国王并没有迎接大军 而是秦月王子令人私设的银将台 朝野局势开始一场紧张起来 下方更有百官响声一脸 如果此次国王没有出席 秦月王子无疑是擅自拉拢军方罢传 乃是重罪 如若我们跟着王子出城迎接 将一并成为重罪 但若不随着出城 将无疑会被踢出阵队 现在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秦月王子已经胜券在握 殿下 看来今天陛下是不会来的 听着身后一名大臣的汇报 秦月冷哼一声 镜子走到了为秦政准备的九龙宝座之上 当着群臣坐了下去 冷声道 父王身体欠佳 今日便由我来带天子行事 这一下群臣皆是面面相去 如此明目张胆的高呼 显然是谋逆大罪 但谁也不是傻子 此时正是短中心的关键时刻 纷纷跪下 一起高呼 月殿下万岁 李纯阳此刻也站在银匠台上 看了一眼秦月 低声说道 月王子殿下 这样不太好吧 秦月微微一愣 扬起手来将众人的高呼指住 直接吩咐旁边的徐大人 将今天没来银匠台的官员记录下 此时的秦月已经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 等着见证这历史性的时刻 就在此时一道不和谐的声音传来 是什么事 让弟弟你激动得跟着猴子似的 众人纷纷朝下望去 只见秦阳搀扶着秦正环步走 秦月一见 急忙起身攻击秦正 秦正脸色有些铁青 在二人的搀扶下坐上了九龙宝座 就在此时 远方的地平线上一杆赶大气树立起 秦月眉头一皱 上前奏道 父王 可以开始了 开始吧 顿时 营将台下迎接度雨吹起了好景 战鼓也同时响起 陈大声等人一个个骑在战马上 面色临重无比 陈珍看着李云霄激动地说道 云少 这次你的功劳最大 秦月殿下最少也会封你的公主 李云霄不以为然 淡淡一笑 等他登基后 我便会离开天水 陈大声赞赏地看了他一遍 暗道 精灵启示迟中物 死子迟早要成为真龙般的人 洛云长也是内心微微一跳 有些惶恐 难道那位大人也要离开天省国了吗 虽然有些不安 但是很快就下定了军行 无论李云霄去哪里 他都会跟去 这样的话 至少不会离那位大人太远 大军到了营将台 陈大声猛喝了一声 停 顿时八十万大军齐声停响 没有丝毫错乱 秦正在秦如雪的掺斧下走上前来 高声道 镇 特帅文武百官在此迎接凯旋大军 今天不仅是大军大声而归的日子 同时 也是我天水国既往开来 成前起后的事 今日在此 我要宣布王储人选 秦月脸色大变 猛地上前喝道 慢着 若是让秦正直接宣布王储为秦阳的王 那么自己将来即便登基 也是名不正言不顺 秦阳阴冷地喝道 秦月你什么意思 难道不许父王宣布王储 秦月沉着脸 吻声道 当然不是 只不过在宣布前 我有三个问题请教父王陛下 秦正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说吧 秦月猛地拔出手中配件 刀刀举起 大声问道 父王陛下 请问您 我手中的宝剑可锋利 话音当落 营将台下八十万大军齐声喝道 锋利 父王陛下 我的大军可威武 八十万大军又齐声喝道 威武 秦月露出一丝胜利的笑容 继续问道 如此宝剑 如此大军 我秦月 您的儿子 可有资格 接管这万里江山的天水